南韓體壇的欺凌醜聞又派球界蔓延到足球場 兩個匿名事主透過律師公開指控 說在2000年上半年 在全羅南道就讀五年級的時候 被兩個六年級的師兄強迫進行毀虧行為 拒絕的時候被對方毆打,被迫就犯 其中一個受害人自稱是幾年前挂虛的職業足球員 踢了八個球櫃 而欺凌他的其中一個師兄是前國家隊著名球員 最近加盟首爾一間球會 受害人代表律師說 事主理解事發的時候,對方年紀小 加上法律追溯期已經過了 明白沒辦法尋求刑事起訴 但是兩個當事人深受傷害 到今日都清楚記得被蝦的細節 連日期都清楚記得決定公開指控 要求對方真誠道歉 雖然指控沒有提及攝氏球星的身份 但是根據入學時間和奏學的地點 當地網上流傳,近日加入FC首爾 32歲的錢國腳其成用 有可能是當日的欺凌者 這個升級中場和球會隨即發聲明否認 警告會以法律手段回應不實的指控 有線電視記者,陸子晴報導